楊兒和羅仲謙宣布 他們的小公主已經出世了 之前謙仔就有請教陪產 陪太太有產房 還有親手剪持帶 他說阿兒生完都感動到哭 這日謙仔繼續為新劇開工 遠勝拍攝就和大家分享做爸爸的心情 心情就是每天開工都很想念女兒 然後太太不停地把照片傳給我 無論她換片或餵奶都給我太太 嬰兒在上星期四出生 被預產期做了 出生時不夠六磅 因為她出生時比較輕 看起來比較袖珍少少 外母覺得她好像一顆珍珠 不如你叫小珍珠 又是女孩子 又是掌上榮珠 那謙仔覺得女兒像誰多些 其實偏向我多些 可能女孩子多是像爸爸多些 不過我老婆覺得 沒所謂 最重要是健康就OK 謙仔說現在照顧寶寶 都會有雞手鴨腳的情況 不過外母有讀過陪月課程 所以有她在都很放心 除此之外 她亦都很著緊阿捷的心理狀態 身邊有朋友告訴我 現在這段時間 對太太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無論支持我去醫院看 或者現在在家 都是第一時間問我太太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會兒 是 是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